第293章 远古雪浮龙 充斥着古老味道的咆哮声猛然自那崩塌的广场质地传出 而后一道雪红光柱猛然自其中暴虑而出 雪宫划过天际凡是被这道雪光所沾染的强者 身体几乎是在刹那之间被撕裂而开 顿时间鲜血自天空上倾泻而下 带起一道道凄厉的惨叫之声 望着雪光的威力竟然如此恐怖 在场的强者也是面色巨变 身形急忙后退 这宝藏的守护兽显然是一种相当强悍的存在 小岩在先前便是早早地避开 故而倒是没有被那恐怖的雪光所波及 林洞坐于虎背上 目光凝重的望着那烟尘营绕的广场 光是从这攻击的程度上来看 这守护兽的实力恐怕比当初见到的远古龙园上还要强上一份 难怪连四大宗族都是说以他们的人手还无法解决掉那守护兽 原来实力凶悍到了这种地步 林洞目光闪动 紧紧地望着下方 突然间大地震动 地面之上一道道巨大的裂缝飞快地蔓延开来 而后一道巨声响起 无数巨石自地面上飞射而出 疯狂地砸向四周 而在那巨石爆射间一道巨大的影子 也是猛地自那地底之中暴力而出 血色双翼震动 顿时间天地狂风大作 飞沙走石 那就是宝藏的守护兽吗 林洞望着那自地底冲出来的庞然大雾 眼瞳也是突然一缩 在那无数道目光锁定的半空上 一头足有将近百丈庞大的妖兽 驯浮天际 这头妖兽通体雪红 巨大的血色鳞片将其身体尽数覆盖 在阳光的照射下 反射出冰冷坚固的光泽 那大家伙长长的身躯 蜿蜒盘踞 如同巨龙一般在其背上 生有两道巨大的血液 血液震动 这片天地的原力 仿佛都是随之荡漾而起 这血色妖兽一现身 便是仰天一声咆哮 顿时间一道凶悍的音波扩散开来 附近一些靠得近的倒霉的人 当下便是被震得耳膜暴力 鲜血直流 见到这妖兽竟然如此凶悍 那些强者也是惊得急忙后退 这是什么摇手 竟然如此恐怖 林栋也是急忙催动着小颜 离开那大家伙远远的 面带惊涩地问道 这是远古雪浮龙 小雕目光紧紧地盯着那庞然大物 细密的眼中竟是有着一丝兴奋之色闪动 龙 听到这个词 林栋面色顿时一遍 在妖兽界 凡是与这个字眼沾上一点关系的 都是极为强大 以及棘手 嗯 放心 这家伙不算真正的龙 不过他的体内 却真正地有着纯正的龙之血脉 小雕笑道 目光火辣辣地盯着那远古雪浮龙 说道 小子 如果我能够吞掉这家伙的妖灵 我的实力应该能够恢复到造化镜的地步 吞掉 林栋面旁抽搐了一下 玄机甘笑道 这大家伙这么恐怖 我看就算是我们一起上 也不够他吞的 嘿嘿 不是还有其他人吗 四大宗族想要获得宝藏 就得打败这雪浮龙 我们可以在其重伤的时候 伺机出手 小雕舔了舔嘴 倒是没有半点放弃的想法 而且 如果你这头蠢虎 能够吞食掉雪浮龙的血肉 那便是能够得到那一丝龙之血脉 这对于他来说 可是深正的月龙们的好机会 日后成长起来 也是前途不可限量 林栋微微一正 轻摸摸小颜的虎辈 眼露沉吟之色 别犹豫了 这种远古雪浮龙 现在几乎很少看见了 而且就算是有 机体内的龙之血脉 也云云比不上这头 错过了 可就没机会了 小雕在一旁不断的怂恿着 看这模样 他似乎真的很想获得 这雪浮龙的妖灵 好吧 到时候看情况出手 林栋也是看得出 小雕对于这雪浮龙妖灵的渴望 虽然他明知道 这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但也不好拒绝 毕竟小雕也是帮了他许多 若是不回馈一点的话 也说不过去 见到林栋点头 小雕眼中兴奋之色更浓 他的本体乃是妖兽界 赫赫有名的天妖雕 什么东西都敢吃 甚至连那在妖兽界中 堪称顶尖般的存在的龙 他也是曾经动过口 那种味道至今难忘 如今能够有机会 看见一头相对而言 比较好欺负的雪浮龙 说什么都是不可能放过 那对于他有着大皮的龙之妖灵 见到小雕那兴奋的模样 林栋也是无奈 原本他可并不打算参合这事 毕竟那雪浮龙的气息 实在是太过恐怖了一些 诸位 这畜生凶悍 我四大宗族联手布阵 诸位若是想要从那宝藏之中 分一杯羹 便将原理注入大阵 一起击杀着妖兽 琳琅天寻抚天际 面色肃木 赫声在每一个人耳中 轰然响起 布阵 听得这道赫声 四大宗族中的所有强者 几乎同时间暴力而出 迅速地在半空中 组成一个玄奥的大阵 而后原力暴涌 一道道原力光线互相连接 组成了一道极为庞大的 悬翼阵法 那雪浮龙显然也是感觉到 那大阵的威力 当下争鸣聚嘴一张 雪光便是暴射而出 重重地轰击在那大阵之上 可怕的能量冲击 直接是将那大阵冲得淡化了一些 诸位 想要得宝 便援助一臂之力 琳琅天声音低沉地喝道 周围的天空 那些势力和强者见状 略作迟疑 最后 皆是打出了一道道 原理光珠 最后 灌入进入大阵当中 不管怎么样 琳琅天倒是说得不错 想要获得宝藏 就得先打败这头守护手 不然的话 谁也没办法获得半点好处 随着无数道原理光珠 自四面八方暴涌而来 那原本即将被雪佛龙攻破的大阵 竟然再度变得凝实起来 而且 那等坚固程度 也是强悍到了 数倍不止 那雪佛龙的确极为强打 单打独斗 想必就算是造化性小城的强者 都奈何不得他 但或许是因为沉睡太久的缘故 再加上数量上庞大的差距 一时间竟是被大阵困得无法脱身 四项大阵 镇压万物 琳琅天身处大阵的中心 手印变幻 一道低鹤 催动着那诸多强者凝聚的原理大阵 直接是在大阵上方 凝聚成一所 完全由原理所凝聚而成的山峰 而后轰然落下 狠狠地砸在雪佛龙庞大的身体之上 面对着如此强悍的攻势 就算是那雪佛龙也是顶不住 当下发出一道凄厉的咆哮 身躯上的鳞片 竟是生生被暴裂了许多 淡紫色的鲜血 顺着鳞片飞快地砸落而下 在地面上 溅起一道道白烟 不过 虽说借助着大阵之力 使得雪佛龙受创 但显然也是引起了 这大家伙的暴怒 当下其双翼震动 天地间狂风打坐 化为一道道龙卷风暴 疯狂地席卷向四周的强者 顿时间带起巫师道 凄厉的惨叫声 凡是被卷入风暴者 乌不是在千刻之间 化为肉泥雪墨 没想到 在凝聚了在场这么多强者联手后 依然无法迅速地击溃雪佛龙 林郎天以及四大宗族的强者 面色也是略微的有些难看 四象大阵 四象沙 见到这雪佛龙如此难以收拾 林郎天以及四大宗族的强者 面色也是变得凝重了许多 玄机首印接连变幻 顿时间 漫天原力疯狂凝聚 最后 竟是在原力大阵的四侧 凝聚出了 龙 虎 龟 雀 的巨大虚影 而这四道虚影一出现 顿时整片天际 原力顿时呼啸了起来 就连那靠到远远的林洞 眼瞳也是微微一缩 这四大宗族底蕴果然不弱 竟然拥有着如此强横的阵法 杀 虚影一现 林郎天眼中杀意暴涌 而后一直点出 四道虚影顿时仰天 咆哮思明 暴冲而下 携带着惊人的原力波动 狠狠地与那雪佛龙撞击在一起 轰的一声 整片天地 都是在这一刹那颤抖起来 可怕的能量风暴 疯狂地席卷而开 四大宗族的那些强者 不少人当场吐血倒飞而出 甚至连林郎天 都是被震得倒飞了上百米 方才有些狼狈地稳住 好不容易方才压制住 体内血气翻腾 众多目光死死地望着那能量许远的源头 那里再度传出一道咆哮声 只不过这一次 那声音中却是变得虚弱了许多 而后他们便是见到那浑身鳞片爆裂 甚至连服役都是断掉一只的雪佛龙 带着一屁股的血雨 极为凄惨地对着远处逃略而去 那守护兽逃了 望着雪佛龙受伤逃顿 这片天地间顿时发出一阵欢呼声 但却没有一个人有着追上去的念头 反而是一道道目光逐渐火红滚烫 然后盯着那崩塌的广场 那里面才是真正的宝藏 在那无数人目光火热贪婪起来时 天空上的林洞却是微微一笑 一拍小颜 后者便是震动雷翼 迅速地追向那重创逃窜的雪佛龙 虽然明知道在那地下宫殿 有着真正的宝藏 但林洞却是明白 这守护兽其实才只是小菜而已 谁如果真的闯进了那地下宫殿 那么等待他们的 必然会是一场残酷的杀掠 那一道神秘的骨骸 会让得他们明白 这种远古宗派 即便是消逝数千年 但也依然不是寻常之人能够染指 那里是一个死局 闯者必死